上一周我拍了一个视频讲中国大陆客户2023年如何进口我这里的鹿角角 从泰国购买植物到大陆一箱运费竟然要300多美金 到了一个评论他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看到一个国内的博主去泰国旅游 在泰国买了几颗花竹也挺大一颗的 全部七八颗运费就几百块人民币 是因为植物种类不同导致运费不同吗 这是个很好的话题可以聊一聊 你就按照500人民币算的话也就是70多美金 那70多美金和300多美金这的确是相差太多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呢 那首先是这个博主肯定是撒谎了 这个撒谎不是说他把价格故意报低了撒谎 而是他在邮寄的时候撒谎 首先在泰国有些东西是不能够邮寄到国外的 有哪些好像象牙 泰国是佛教国家 所以说泰国的佛像也是不能够邮寄到国外的 这不是说只有泰国不让植物邮寄到国外 其实各国家对于活的动物也好植物也好 邮寄到国外都是要有要求的 那这个要求就是这个人是要有许可证的 对吧 我在泰国把植物卖到别人的国家 我是要有证件的 我是要有合法证件的和合法文件的 然后他作为一个国内的人去泰国旅游 他肯定是不可能有证件的 因为他是一个游客 对吧 各国家对植物的进口和出口都是要有文件许可 因为他是活的 那不只是说植物要有证件 你不知道种子也是有证件的 不是说随便这么小一个种子 我直接邮寄一下行不行 其实也是不合法的 那他是怎么寄呢 首先他去邮局寄 那他跟邮局说这里面是纪念品 那例如我在泰国买的衣服 那肯定可以寄了 那泰国买的本子书什么这种手机壳都是可以寄的 他是把它当做一个旅游纪念品邮寄到中国 那当时他首先撒谎了 其次当时的邮局 邮局的工作人员没有打开箱子去检查里面 是不是他说的那些东西 如果他看到里面是植物的话 应该就不会让他寄了 如果这个东西已经到了中国 那海关发现这里面不是他申报的东西 他发现里面是活的植物 要么就是销火 要么就是罚款 那就可能会碰到这些情况 至于不同植物种类会导致不同的运费吗 如果是寄到中国的话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 中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 那首先刚刚我们也发现了 一箱植物如果要300美金的话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 不是一件事 说明好几件事 首先说明 我这个植物卖到中国很难 对不对 这么贵 可以肯定是有 可以担负起这个运费的客户的 但是不多 很难 对不对 那你看如果我这个运费寄到台湾 是3000美金一箱的话 那我现在的台湾用客户 应该也会非常的低了 那幸亏不是 现在寄到台湾一箱植物也就是2500到3000泰铢 而不是这种3000美金 对不对 首先这说明 我这植物寄到中国 卖到中国大陆非常困难 因为运费太贵了 大部分时候 这一箱里面的植物都价值都不如 还没有到运费呢 为什么不同植物会导致不同的运费呢 注意这只是中国 别的国家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别的国家顶多就是 要么就是看你的重量 如果是Type Post的话是看重量 如果是空运的话 那就是看箱子的尺寸 就是抛重体积重 我之前做过好几个视频来讲 空运到欧洲 这个运费怎么计算 这个是讲空运的一个价格 这个欧洲的小伙伴可以看看那个视频 那我们来继续回到中国问题 为什么对于中国植物不同会导致不同的运费呢 当我做国际贸易的时候 我会接触到各个国家的不同政策 从不同的政策 也能看出各个国家的法治完善程度的不同 那像正常的国家 例如台湾 日本 美国之类的 他们购买我的植物很容易 消费者购买我的植物很容易 然后我邮寄到他们也很容易 我就泰国嘛 我从泰国邮寄到他们也很容易 我在上一个讲中国运费的视频 那个运费为什么要3000美金啊 里面提到一本书叫做红色赌盘 是沈栋写的 最近在台湾出版了 这本书呢在中国是禁书 他讲的是沈栋 是个红顶商人 什么叫红顶商人呢 就是他的前妻叫段伟红 和温家宝总理的老婆 前总理 温家宝前总理的老婆 张阿姨是好朋友 然后呢就官商勾结 搞了一些赚钱的项目 赚了好几个亿 赚了盆满钵满的 那这本书呢就是讲 他以他的前妻 还有他自己之前在温家宝执政时期 怎么官商勾结的 然后讲讲中国 说这个体制是怎么赚钱 这个体制是怎么运作的 这么一件事 我没有看这本书之前呢 我以为 那你既然都能认识温家宝的老婆了 那你做事情应该还是挺方便的 他很顺利的都拿到了一个批文 是要在北京机场旁边借一个货运中心 但是呢在具体的实施步骤中呢 竟然跑了两年 去敲各个章 你要去这个局敲个章 去那个局敲个章 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各行各 就是去各个当地的那些小头头那里 吃饭啦喝酒啦盘关系啦送礼呀 或者是给孩子送礼呀 竟然花了两年时间 才把这件事情终于敲定 就上头的批文有了 但是下头你还要跑很多关系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因为看了这本书 我终于能够意识到 为什么去年9月份 中国的陆角局审批部门 换了一个局 从本来的一个什么农业局 林业局换到了农业局 然后为什么批文要花这么长时间才能够搞到 因为你换了个局你就要重新走一个关系 你以前在那个局的一些人脉换了个部门 那就不一样了 你要跟当地的人再搞好关系 才能够办到这 这个就很麻烦 这个也是在中国你要是做植物 你很难出口到海外的原因 因为一般老百姓应该是不擅长做这件事情的 在国内做生意 想要搞一点国外的货 你就需要通过有这样关系的人才能够买到植物 那就像我 我也是需要靠做这种中国方向的物流的公司 才能够把植物运到中国 他们的报价就是3000美金一箱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新的那个部门好像一次批的科数比较少 那像去年9月份之前 他一个证可以批5000颗路角角 那现在变成一次只能批500颗 那一张证你只能批500颗 那就意味着你用完了一张证 你又要再花一点关系 关系就是钱就是时间就是什么 才能够把这个证给拿到 挺有意思的 就在泰国我们这种小商家从小做起来 没有那么卡 你在中国你要合法的出口植物到海外 你没有出口的证 你是不能够出口的 就例如我把植物卖到美国 美国说你要有泰国那边的出口的文件呢 你要泰国那边的什么植物检疫局 要检查好你这批植物没有问题啊 我才能够接受啊 就是我把植物卖到台湾 台湾也说你要有泰国的检查的文件啊 对不对 你不能说哈植物到了台湾 台湾的工作人员在检查里面有没有东西 那肯定不行是不是 在中国做苗布你只能够内卷就内销嘛 对不对 做中国市场 或者说是你和有些人搞好关系 然后再把它出口到海外 也是有可能呢 当我在做鹿角的学的时候 你看我把植物卖到了美国还蛮容易的 卖到日本也挺容易的 但是卖到马来西亚 卖到印尼 卖到老窝又很难了 这几个国家也是法治程度很成问题的 也是比较黑暗 所以说这几个国家也很难 一般都是客户说 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寄到泰国的一个地址吧 然后呢 我找人 其实这也就是一个偷渡的方式 把它运进马来西亚 运进印尼啊 运到越南 你发现没有 做鹿角角还挺难的呢 首先这个植物它很小众 其次它的生长周期又非常的缓慢 你要花个几年时间 才这么大 两年时间还 两年的包子苗也没有多大 其次就是因为它是植物 它不是类似于如果我是做啊 经营首饰做个赢的那种首饰啊 或者是做衣服啊 卖衣服啊什么的 都比较容易都可以直接邮寄出去 但是做植物呢 各个国家都是要卡的 都是要有证啊 但是既然做这么难的事情 就要去想哎 你是要把哪一个放在最上面呢 那肯定如果你是要把赚钱放在最上面 那很可能你直接就不要做鹿角角这件事情了 是不是 因为这件事情本来就很不赚钱 它的周期很久 对不对 你不要做鹿角角这个人 不要做植物了 这个太难了 那既然你没有把赚钱放在最上面 最上面 那就有可能你要把 哎做正确的事情啊 把道德秩序啊放在上面啊 有些不好的东西就不要碰了 这但是挺难的 这个难在哪里 你要有信心 你这样子做 是可以有光明的未来的 嗯很好玩 挺挺有意思 也是一种考验人的一个过程了 那不同植物导致不同的运费 那像木本植物啊 如果运到中国会更难 就是我要运棵树回中国更难 因为树的话还要海关部门的批准 就是你还要再多办一个证 海关部门要批准 那你要继续去走关系 然后怎么样 那才能够搞了 他运树的话 他的资质会要求会更高 那也挺难的啊 有一个人叫做习近平 他说讲这么多 还不是为自己带货 笑死大家都赚钱 你会比较高尚 他自己名字叫习近平 然后还是繁体字 但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 假装自己是台湾人 或者假装自己是香港人的翻墙人士 因为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啊 他有一个秩序 等级该观念 真的中国人是有等级这种观念的 这个等级就是什么 是农工商 是就是当官的 当官的看不起农民 当不看不起工人 看不起商人 农民看不起工人 看不起商人 工人看不起商人 好像商人就是最底层的 就是农工商 他就是一层看不起一个 反正就是商人是就是赚几个臭钱的那种 臭老酒啊这种 这个是中国人 他骨子里面的一个问题 他的秩序感变成了吃大锅饭 就是共产主义这一套 所以说努力的去做一些产品 然后让大家的生活更美好的这种行为 是不被推崇的 然后他的等级观念里面 他是有排序的 当官的就是要比农民啊 工人商人要高级 他会有一种等级观念 而不是人人平等的想法 这是很可怕的 然后他说 我讲这么多还不是为自己大货 是啊 如果我不做视频 我怎么能够推广绝类呢 是不是 我这么努力的做视频 不就是要让这么小众的东西 摆到前面来吗 对不对 大家都赚钱 你会比较高尚 那要看是怎么赚钱了 像中国有毒奶粉事件 就在给宝宝喝的奶粉里面 放三聚亲安 然后宝宝们喝了这种奶粉 头都变得很大 还得了病 对吧 然后中国还有地沟有问题 就是炒菜用的油 反复用反复用反复油 都臭掉了还在用 就这种脏兮兮的饭菜给大家吃 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赚钱 其实我们应该要把 做正确的事情摆在第一位 然后再思考赚钱 要有信心 中国人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信心 都感觉是无奸不上 如果你不奸诈狡猾的话 好像就赚不到钱 中国人有这样的思维 这个就很可怕 他们也很喜欢赚空子 面对这样的无序的社会 这样子无序的国民 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才会要逃离中国 这个国家是没有秩序的 这个国家的老百姓的脑子 它也是秩序很混乱的 真的就是把赚钱放在第一位 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 走偏门 捞偏门 但秩序又是从哪里来呢 你是需要反复思考的 这个秩序是需要有一个超越性存在的 基督教为主的 美国或者是欧洲国家 他们也会有秩序感 每个人的天赋都是上帝 上帝的恩赐 在每个岗位里面活出上帝的荣耀 上帝给你的恩赐好好的发挥出来 然后活出上帝的荣耀 就会有个秩序感 你看这个秩序感也不是以赚钱为目的 那像无省论的国家 因为他没有一个比较高的约束 他就会失序 就是人不为己 天诛寂灭 就很可怕 所以也会有像习近平这样的评论出现 还是挺搞笑的 我决定开始评论一下自己频道里的评论 现在泰国的雾霾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 昨天瓜分下雨了一点点之后呢 就是雾霾已经到了150了 0到50是干净 对吧 150其实也是不好的一个数字 但是比以前的200了300是好太多了 不但是呢 昨天瓜分下雨啊 因为昨天的风还是比较大 把我的苗圃吹得乱七八糟了 今天就去外面看了 就去苗圃看看有哪些地方有问题 有的植物翻了 昨天风吹要吹 这块板掉下去了 然后这两个植物摔坏了 看这个豆芽直接 装了个洞到我的苗圃上 本来是这个黑颜色的沙上面绑了一个铁的 然后呢用水泥浇灌在这个里面 风大的时候 这个 直接连根出来了 那个本来是水泥的那个柱子啊 也掀开来了 又有一些工作要做 我的眼睛在那种脏的空间空气里面 待一会儿的话 其实是非常难受的 所以就是视频里面眼睛会不停的眨不停的眨 东南亚常常给人一种深清水秀的感觉 其实它的污染问题非常的严重 那只有说的多才会引起来大的重视 然后才能够去改变这个情况 有人会问那当地人他们怎么生活呢 如果雾霾这么严重的话 每年都有几百万的儿童因为肺炎而死去 为什么会有肺炎 就是因为空气不干净 他们脏的东西吸到肺里了 那些孩子 年幼的孩子 包括孕妇 这个数据是有的 一直都有 只是很少有人去留意 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 才能够让这个世界好那么一点点 我是美意 在台湖 我也把鹿角军卖到全世界